大家好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玩 薩達傳說 曠野之息 中文版 我是魏維 今天我們繼續來推進劇情 我們來解釋英傑們的詩篇 我人在這個地方 我在地圖的南方 這邊你可以看到一個神廟的標誌 還可以看到卡西瓦 我們就過去跟他講一下話 我們在其中一陣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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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嗯 嗯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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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我們就開始來解 英傑烏爾波砸的詩編 那這邊還是一樣 跟之前一樣有三個地圖 告訴我們要去哪裡解接下來的挑戰 你可以打開你的照相機 這樣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一個是這個地方 這好像是格魯德小鎮 然後這邊好像格魯德小鎮的前方 大概是格魯德小鎮的西北方 接下來這個呢 這個是在迷宮 你看迷宮的西北方 西南方 迷宮的西南方 這邊有一個好像石頭的感覺的地方 那接下來這個地方呢 看起來像是 我也不知道是哪裡 好 那我們就去這三個地方 來解接下來的任務 那我想首先呢 先到格魯德小鎮 那邊的地方去解那邊的任務 所以我把自己傳送到 格魯德小鎮這邊 來到格魯德小鎮這邊 這邊其實沙漠很熱 所以我就來換這個 防熱的衣服 而且這邊是沙漠 所以我來換這個沙地鞋 好 那我就出發 我往左邊走 這樣 你出來這邊以後 往左邊走 有四根柱子那個地方走 然後你就會看到一個發光的 這個圓形的標誌 這就是我們想要完成的任務 我們要過去那個光圈那邊 在那個之前 你會看到 有一個女生喔 這是訓練沙海象的人員 可以跟她講話 這個沙海象停在那邊是什麼意思 嗯 嗯 嗯 好 這個沙海象拉力賽 我們之前有玩過喔 那我們就不玩 我們今天是專心要解任務 所以這邊好多沙海象 你可以 來抓一隻沙海象喔 成了沙海象 過去這個圓圈的 發光圓圈這個地方 那我就炸一隻沙海象 炸好以後 按A 就可以騎乘喔 那注意你在騎乘的時候 一定要有盾 身上一定要裝有盾 才能騎乘這個沙海象 然後穿過這個圓圈的這個發光的標誌 然後穿過這個圓圈的這個發光的標誌 但是有沙海象我們就其實沙海象這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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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這樣一個神廟就跑出來了 - 喔這關卡叫兩種使用之道 - 是說這邊的物品都有兩種功能的意思 - 像這個鐵塊 - 第一個功能就是當作橋 - 這種可以到對岸去 - 第二個功能就是當作導電的物品 - 這邊你看這個門需要電 - 那這邊有電 - 我們就來導電一下 - 先把這個拉過來這邊 - 然後再把這個拉過來這邊 - 這樣所以就通電了兩種使用之道 - 這邊的鐵塊也是一樣 - 先把它推出去一點點 - 然後再拉回來一點點 - 這樣就不會導電 - 當作橋 - 那現在導電很危險 - 大家可以戴這個防電頭盔 - 那我就先不戴 - 那大家玩的時候小心點 - 但防電頭盔其實應該被電到應該也都沒事 - 再把這個鐵塊拿過來 - 好像這樣子當作橋 - 過去以後呢 - 這鐵塊就可以幫我們導電 - 比如說在這邊 - 這樣 - 準備好要導電 - 再把這個鐵塊 - 放到這邊來 - 放到這邊來 - 這樣就倒電 - 我們可以到下一個房間 - 那下一個房間是這樣子 - 如果你直走 -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房間 - 小密室 - 裡面有放了一個寶箱 - 如果想要解開這個寶箱的話 - 就是要在這個地方通電 - 所以做法是這樣子 - 在這邊有通電 - 這樣子 - 拉過來一點點 - 然後這邊 - 這個 - 也拉過來一點點 - 然後導電 - 然後最後再拉這個 - 才導電 - 這樣 - 這樣 - 這個門就開了 - 你就可以到這小密室裡面 - 拿你的寶箱 - 裡面有王族之弓 - 裡面有王族之弓 - 大家可以過來拿 - 我就不拿了 - 我弓太多了 - 那接下來呢 - 我們就要過關 - 過關的話 - 你看導師在上面 - 那結果就是要讓- 右上方的門可以打開來 - 怎麼打開呢 - 就要讓左上方通電 - 這樣 - 那我先把這個導電的這個情況 - 把它移除一下 - 先爬到上面 - 這樣比較好警示 -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要爬到這個上面 - 然後就可以過關了 - 這邊就是導師 - 那在那個之前呢 - 我們要讓這個門通電 - 下去解說一下 - 讓大家比較好理解 - 所以我們想要做到的是 - 讓左上方這邊可以通電 - 這邊可以通電 - 所以我們就先把這個移過來這邊 - 過來一點點 - 過來一點點 - 像這樣 - 有點通電 - 然後把這個移過來一點點 - 像這樣 - 然後中間這塊呢 - 移到這邊 - 這個再移過來一點點 - 接下來 - 這個再移過來一點點 - 然後這個再移過來一點點 - 然後這 максим上1% - 再移過來一點點 - 好像這樣就可以通電了 - 那我們就可以通電了 - 唉,我們就能過關了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現在爬不上去 所以我們要先解除通電的狀態 然後把這個鐵塊移到這邊來 我們爬上去以後再恢復通電的狀態 所以結果是這樣子 我先把通電的狀態解除 先解除 然後把這塊拉過來 爬上去以後 再恢復通電的狀態 所以這邊 過去一點點 先通電好了 然後再把這個鐵塊 過去一點點 這樣我們就可以過關了 我猜應該也可以戴防電頭盔過關 但是如果你沒有房電頭盔的話 應該就是可以這樣子過關 好,來吧 More than that 好,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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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所以我們就拿到第一個這個證書啊這樣子 我們今天玩到這邊,解一個神廟 我們明天再繼續玩下去,我是惠惠,我們明天見